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我们不仅仅要完成下达的指标任务 在座的各位 我们首先要转变思想提高认识 这批年轻人 把他们安置到企业里来 不是说给企业增加负担 是给我们增加活力 这批知青他们是经过上山下乡 经过风雨见过世面 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也是国家的一批宝贵财富 是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理军 这批年轻人当中 有一批优秀的年轻孩子 可能就是我们在座 各位今后的接班人 今天我就不下硬指标了 我也想听各位局长 听听你们先报一下 我也做到心中有一个数 大天哥 对不起你啊 我把你也连累了 都是兄弟 咱们不说这些 小房好吗 小房知道你被关在这儿 就和小梅一块来看你 你们不是夫妻 她不是父亲人员的家属 所以按照规定 就没让见 后来小房她爹 执意让她嫁给一个姓庄的木匠 小房心里只有你 死活都不堪 后来想不开 就跳了金剑河 为了救小房 不会游泳的林妹妹 就跳到河里 小房是得救了 可是林妹妹 走了 后来我们把林妹妹 埋到小店湖大队的山坡上 大天哥 你想去哪儿 小店湖 来来来来 喝点水喝点水 好好好 来 来 坐 坐 别客气 谢谢 孩子 回来就好 思想上别背什么包袱 这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咱们大队 从上到下 都认为你是一个好青年 吃一回亏 学一回怪 这胳膊总是拧不过大腿的呀 对了 这个根据政策 你们知青都已经返程了 你这个返程材料呢 也给你准备好了 我琢磨着 在队上多住几天 这乡亲们都替钱挂你的 大女儿 妖婚 你也住几天 我这次就算了 户口落户的事还没着落 我就先回去了 以后不管发不发达 常回队里来看看 有人吗 叔叔 阿姨 阿姨 我这次就想看了 请不吝点赞 再次就想看了 但你不要打算 了 我这次看了 要象律 方便 是 你们这次看了 我这次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像是住在太湖里哪个岛上 这具体地址我就记不清楚了 那我倒跟找小芳去 要不找小芳的邻居问问 您好 我跟您打听个人 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朱丽仙的 朱丽仙以前听说过 死了 那他家呢 他家人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谢谢啊 小芳 我们都回城了 小芳 你却永远地留在这儿 小芳 小芳不见了 她难道真的蒸发了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哥 小芳 小芳 妈 哥回来了 大江 是按政策回城的是吧 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的话 这什么政策呀 劳动教养出来的人 也能回城 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事 大娘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临时在这儿住几天 就几天 等我安排了工作 我就搬走 你这不是劳动教养出来 还能找到工作啊 大娘 我这可不是判刑啊 劳动教养是属于行政处分 它是人民内部矛盾 政府不会不管的 一定会给我安排工作 它总不能让我饿死吧 他认个又不死了 你大胖他会养你啊 来 还有点凉饭 你凑合着先吃点 我 我吃过了 行了行了 你啊 就别打住脸充胖子了 吃吧啊 吃掉吧大娘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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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 你妈小宋吓死我了 你怎么又来了 对不起 你 你再帮我催一催劳动局那边 把我工作解决一下呀 小宋我跟你说吧 现在正常返乡的 三十六个执行还没解决呢 你还不知道轮到什么时候呢 头两批安排了十六个 最近这一批就给了八个名额 这八个 有后... 再斯财 早就应该做的 百年的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白 吃药了吗 吃过药比现前好多了 实在不行你就休息几天吧 我去替你顶班 大江 你这什么意思你啊 什么什么意思 问你啊 我没别的意思 我大白不是病了吗 我去顶他两天班 大江 大江实话告诉你 你大白他的身体不好 他领导啊 早就想让他提早退休了 按政策 他的岗位可以由子女来顶替 可是赵帝他现在还在读书 就不能去顶替 所以你大白只能硬撑着 要等到赵帝高中毕业以后才能行 可是你现在倒好 这么横插一杠子 你不是要抢他的饭碗吗 大江 你误会了 你别跟我狡辩 你的话我是从来都不会相信的 我说大江 你得摸摸良心啊 你说我们家这么穷 也养了你这么多年了 你早就应该到外面去自己独立生活了 到现在还要你大白养活你 我说你怎么好意思啊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不是我要多说呀 实在是他得寸进尺啊 你看他现在还要想抢朝地的饭碗 两条狗还知道见了主人摇尾巴呢 你说我们养了他这么多年 得了他什么好处啊 闭上你的臭嘴 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也没让他走 是他自己要走的 老白 老白 大江啊 别跟你大娘一般见识 你不要走 你 你能去哪儿呀 大白 这么多年确实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不想这些 我只是担心 你离开这家 你去哪儿住啊 我有很多知情朋友呢 他们哪有地方住 那你把大饼拿上 把这大饼拿上 不用了 给妹妹留 大江 你每个月也就这么二十几块钱 我们家三口 你就只能是吃得饱一点 穿得稍息暖一点 可你想什么呢 还要养着一个这么人 高马大的你那个侄子 什么恶人都是我做了 我这不也是迫不得已吗 主任 小松 你怎么老一惊一乍的 你怎么又来了 我的工作怎么样了 你急我也急 我这天天给你找到现在 没找到呢 主任你再帮我催一催 你的大恩大德我永远记着 你别这么说 把你们这些回程的知情 安排在工作岗位上 我就谢天谢地松了一口气了 你的事我一直放在心里呢 主任谢谢你 对 小松 还真有一工作名额 别人都不愿意去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主任 只要管吃管喝 不 管吃管住 这什么活我都干 你就是 头大分我都愿意 你先别说这话 等我说完了你再决定 那主任你说 这呢 去火葬场当殡葬公 你愿意去吗 愿 愿意 愿意 行 只要管吃管住 那行 我现在跟你联系洛师 来 火葬场吗 我是英哥向居委会的 我们这儿有一个回程的知青啊 愿意上你们单位报到工作 当殡葬公 我们这儿欢迎啊 欢迎 那个 可是我们这个知青啊 家里情况特别的困难 要求解决吃饭和睡觉的问题 吃饭呢 我们这儿有员工食堂 吃饭不是问题 主宿啊 我们这是火葬场 你也知道 除了传达事 就是裁凭间 那是给死人住的地方 你说这活人我往哪儿安排呀 这是吧 那行知道了谢谢啊 小松 刚才电话里 你都听见了吧 是 我听见了 这不管注意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那主任 你还得费心帮我再找找 快 快一点 快一点 理嘴一点 有没有我能干的活 没有 没有没有 有没有我能干的活 我想踏三车车 行啊 我们这儿正全人手的 太好了 那我明天来上班了 可以 你得到俱乐会开一张证明 只要不是老赶劳教释放份子 再加一百块钱压金 我就马上给你排车 好 小贝美 你们落螺丝干什么呀 拿到集市场去卖呀 五分钱一斤可好卖了 那能一天能落多少 摸个三四斤没问题啊 谢谢啊 小大饼 三叔 一年多没见了 是啊是啊 你怎么样 还要问吗 你挺好的吗 挺好的 对 前几天我看着大牛了 那天我正在马路上扭迪斯科 他在路边上掏地沟 我说 干什么了你 大牛 掏着他现在在市政见识 掏地沟呀 天晓得呀 挺好 挺好 兄弟 我怎么看你现在混得还不如餐呢 我没找到合适工作 却不是捞点螺丝卖点钱 抹饭去 你怎么砸我饭碗呀你 这个饭碗就得砸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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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我给你钱 这算我买的 好不辣 现在二话不说了 兄弟我请你松个楼 喝酒去 便聊便说 便聊便说 走走走走 这五块钱够买你那点螺丝了吧 小大饼啊 现在轮到我来帮你了 念在咱们过去在一口锅吃了那么多年饭的知青的份上 我呢 今天就来帮你一把 你吃吃吃 我真饿了啊 今后呢 你就跟着兄弟我混 我可以让你在我的环球太平洋贸易总公司工作 可以挣大钱 还冒个傻螺丝 你说什么 太平洋 太平洋环球贸易有限有私 你让我跟你混 你 小大饼 你可别看不上我这个太平洋环球贸易总公司 我这个公司噱头老好的 做生意糊涂的瓦蛋一个了 咱们只要想方设法 去买通一些人 四处打通一些关系啊 把关系都搞好了 搞到一些锦销商品的批条 那我跟你说啊 前一阵 我是辗转福建 上海 这个辽宁 打通了一个领导的关系 搞到了一张钢铁批条 你知道我一下子 我把这个皮条拿到咱们公司里面 这么一蹈腾 你知道我挣的多少 你猜猜看 你猜猜看 我告诉你啊 我挣的钱你想都想不到 就你好吃好喝 好几年你都花不掉 比起你这这个职门去捞螺丝 倒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我听明白了 你这是皮包公司啊 这怎么能叫是皮包公司呢 兄弟我这 天地亮 这 这个大公司啊 我告诉你啊 我这公司接下来 就要搞什么托拉斯 知道什么叫托拉斯吗 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吗 就是后面 托着好多的 拉着好多的公司 托拉斯 哎呀这跟你解释 解释不错 这是我们生一场 基本上我们比较高级的这个 经商的人我们都了解这个 所以我接下来搞这个托拉斯 它叫托着好多拉着好多的公司 我准备将来开一个 小汽车公司 开一个面粉厂 开一个餐厅 我还要开一个特别大的饭店 我天天要起当天咱们的知情 一块儿吃饭 小大饼 只要你好好地跟着兄弟我混 到时候我给你家公司 带你经营 三顺啊 牛啊 混得真好啊 你万万没想到吧 没有 小大饼 现在想起来 你晓得吧 你理解不理解我刁三顺的心 我经常在半夜里哭泣 当初在小店 我都是你们看不起我 对不对 你们采放我 你们挤到我 你们不带我玩 我可怜啊 我没人疼我 没人爱啊 怎么样 你们学习好 你们考上大学 我没文化 对不对 我说话白字 现在兄弟我说话 还有白字 兄弟我还有白字 现在兄弟我脱胎换骨 我是大老板 我是大老板 将来我开 我开好多公司 我让你们经营 我让你们去开个 修车的 修车的咱不干 我让你们开个什么卖车的 让你们开饭店 三顺啊 菜不错 我吃两口 五块钱我不要了 我被你扔掉的螺丝 顶这顿饭钱了 谢谢你这顿饭 什么意思 谢谢啊 我 我一片好心 将来我要你求着我帮你 谁谁 到时候咱们看看谁应急 不是好人信 这饭量够好的呀 给我留一口 小巧 小心 对不起 这里有人了 有人了 干吗 大家做生意嘛 嗑几点 来来来 小伙子 放这儿吧 我是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谢谢 谢谢老婆 谢谢老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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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你是返程知青吧 是 这个就刚回来嘛 工作还没安排呢 这一次啊 返程的知青啊特别多 政府一下子也不能安排啊 对 我儿子和你一样 上个礼拜再安排的 别急别急啊 不急不急 政府反正也有难处嘛 对对对 罗斯多少钱一斤 这个五分钱一斤 五分 乘一乘有多少我都要了 好没问题 拿个框 到底多少车下知道了 来 好 十斤三两 我这框一斤二两 那还有九斤一两啊 九斤一两这么多 给你四毛五分 我没有零钱 兄弟 我是昌门老金一昌福的 以后你摸的罗斯不要在这卖 全部送我们饭店 哎哎哎哎哎 你有多少我收多少 谢谢啊谢谢啊 那我下次去的时候 把五分钱还给你 好嘞 我在饭店等你啊 好谢谢啊 谢谢 哎 回程后啊 分配上下單 就像大饼店吗 这种国营单位 天不亮就得要上班 尊倒霉 哎 别不要埋怨了 行行都能出状元 你们年纪轻 有文化 说不定啊 以后调到上级公司 还能当干部呢 当干部可不想喽 就是啊 做大饼这个行业啊 找对象难点 你也别着急 以后公司派个小伙子来 你们可以搞搞对象 结了婚以后啊 开一个大饼夫妻店也蛮好的 小伙子 你怎么睡这里啊 这是龙毛时差不能睡觉 你要睡觉到旅馆里去 明天我不在旅馆 不行 不行 你现在已经在走 市里马上要你检查卫生了 快走吧 快走 你不要找我们麻烦 快点 快 快走 快走 快快 怎么在睡这里呢 快 快点 快点 你让一下 几个大饼 两个大饼 要油条吗 不要 松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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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师傅 我有点急事 我要出去一下 好 好 早上很忙的 早去早回啊 好 谢谢张师傅 嗯 松大江 你干吗 你对我不理不睬的呀 小大饼 你给我站住 我一直惦记着你 你知道吗 惦记着我干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个锅里 吃这么多年饭的知青 你别跟我提什么一个锅里 吃过这么多年饭 好 那怎么了 我惹着你了 你不清楚 我不知道 我就因为不知道 所以我才担心你惦记你 我才有事找你解释 有话想找你倾诉 你知道吗 你会不清楚 我被劳教一年 我出来没找你就不错了 你还找我 那 那你找我干什么呀 那你说啊 我为你打抱不平 陈月卿 你为我说话了吗 哪怕一个字你说了吗 我被劳教这一年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 那你知道我这一年怎么过的吗 你爱怎么过怎么过 你听我解释 小伙子 怎么回事啊 小伙子 怎么打人哪 吵架跟吵架 不要动手打人哪 怎么回事啊 你这人太不像话了啊 他那动手打人 太不像话了 你这人太不像话了 你这人太不像话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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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送派众所 他是好人 是好人 好人 你也不用打人啊 大家不用急 你不许打人哪 这么大的男人打一个日子 你想想看你像不像话呢 是他人 他能理啊 可能不可能啊 他能理 你看他 头上都是血 还在哭呢 人家 上来都得压力 走走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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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不是夫妻 是不是夫妻我最清楚 走 上派众所去 爸 爸 爸 一定要去派众所 爸 咱们回去吧 回去 你挨打了 我讲几句都不可以吗 要回去了 我要跟他拼你 行了 行了 爸 都是误会 误会 大家走吧 走吧 没事了 他真的是好人 大家散了吧 散了吧 走吧 太不像话了 走吧 行了 行了 快走啦 走走走 行了 行了 别看了 别看 走吧 爸 李清啊 快走啊 我想想 还得去找他理论理论 爸 别理论了 不是不理论 你白打了吗 不找他怎么行啊 爸 我跟你说 这人那么多 说不清楚 回家再说 回去再跟你说 行啊 我跟你说 咱们先到医院去 把这个伤口处理一下 好 好 好 回家这个事情 一定要跟我讲清楚 行了 行了 爸 行了 爸 爷 要告诉我 好 爸 ì 是 是 上次你多找了五分 您还真讲信誉 你成经商吗 对对对 你说得太这个 我又带来了点儿螺丝 你跪下秤吧 来来来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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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给我们交一点房租了吧 这 这桥底下是你们家的 交什么房租啊交房租 拿来吧 你干什么 拿出来 我给你撞 我给你撞 快点 你说想起 啥人我都敢 信不信 我跟你说 快拿出来 你把刀拿走 快点 有话好好说 你不然我真不客气了 拿出来 快点 吃吧 大江 你拿来不拿去 快点 带上来 你 快去 夹死你我 大江 快点 你拿来 干什么 干什么你 西佛人 看什么打人找死啊你们 他他他在想往我们地儿 全地儿怎么了 就你这破地儿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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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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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滚 妈滚 怎么在这儿抗减你 大家 赶一段我去你大坊家找过你 找了几次你都不在 没想到你处脚洞的 要是你 沈子不要你 你该来找我呀 咱们是兄弟啊 没事 咱之前插队什么 什么罪没受过 这都是暂时的 会过去的 吹吹吹 还吹 都跟流浪汉一块儿住桥洞了 还打着我脸冲泡呢 有我大牛一口吃的 你就饿不着 只要我有地儿住 我就不能让你睡桥洞 今天晚上 跟我回家去我这儿住 你有地方吗 有啊 我有床 不给我什么都有 那我就不客气了 谢谢 客气啥呀 人在江湖义的当先呢 你在前两天我碰着谁了 谁呀 陈月青 他把你害得多惨 你别理他我跟你说 是啊 一见完面就要跟我解释 我跑了他追非要解释 我俩又是推脏起来了 我这一撩手把他摔地上 那他活该要跟你说 这围观的群众 非要把我送到派出所去 那要是真送派出所 你还说不清了 那可不 后来他爸都来了 最后还是陈月青说 你别别别别别 他是好人 把我放了 看来这女人还良心发现了 我也是 一个大男人跟女人动什么手啊 这儿他都磕破了 是吗 那也好 你俩算扯平了 来不得慢着 要了这么多菜 你有钱吗 我可没什么钱啊 看说的 没钱能请你喝酒吗 来看 一等 好吧 来吧 再来一瓶酒 不不不不不要不要了 算账算账 一共是一块三毛五 还一块三毛五 一块八毛 一块一一块 不够呢 我这好 就这么多 才一毛呢这 还差五分老板 我下次还给你 没关系没关系 就算我请你们两位了 那谢谢 这一块三毛 好 谢谢啊 来 来 没钱 没钱还要一瓶白酒 做这个 你看你喜气洋洋 那到哪去啊 陈师傅我告诉你 我女儿要结婚了 喜事啊 恭喜恭喜你 你说我想上商场啊 给女儿啊 买俩枕套去 买俩绣枕 都是鸡绣的 没有手绣的 给你看样东西 看 哎呀 这个枕套上面啊 你看 还制着图案呢 你看 寓意着 吉祥如意 百年和好 哎 全是用彩瓶绣 计法绣的 我 我忘了 你是绣娘了 是我亲戚托我绣的 这不绣好了 给他们送去 我我我看看 你看看 来来来 请请请 我跟你说一下 这脸那边啊 是我哥我嫂子 我还有四岁的侄子 就不合适吧 没事没事 来 我这儿床 咱俩就睡这个 没事 没啥不合适 我睡里边 你睡外边 请进 你找谁啊 请问 这是宋大江的大伯家吗 是 那宋大江在家吗 这个破烂家 他待得住吗 一个月前就走了 那他去哪儿您知道吗 没说 那他现在住在哪里啊 这就说不准了 有钱呢 他住住饭店 没钱呢 那他就是住在哪里 坐在屋檐下 坐在桥洞里了 你是他什么人啊 是不是他女朋友 不不不 我们 我们是一起插队的知青 找他有什么事 我就是想问问 他现在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就是 离家出走 下落不明 那我知道了 那我走了 哦 你这孩子 怎么又尿床了 谁让你尿床 谁让你尿床 别尿床了 打孩子了 别打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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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孩子了 床尿石了还能睡吗 这床 大牛叔大牛叔 妈妈打了我 妈妈 来 喝点水来 谢谢你 没事 主任 那个 其实我不是来催你的 我就是卖螺丝 路过这儿 过来看看你 你看你说的吧 肯定又着急了吧 哪有那么快的事啊 主任 主任 那个我知道 给我找工作 你特别辛苦 我这有点螺丝 你拿着尝一尝啊 坐坐坐 这可不行 给你们安排工作 是我们居委会 分内的事 我怎么能拿你螺丝呢 再说了 你这摩螺丝多辛苦 赶紧拿回去换点钱 不不不不 主任 尝一尝 这也不止几个钱 这顺手的事 再说你看 这一个个的多肥啊 多好吃啊 他们说吃这还能减肥呢 什么 减肥 我怎么没听说啊 那个 那个我插队的时候 老乡都吃这个 他们可爱吃这个 没有没有一个肥肥的 我听出来了 你那意思是我太胖了 需要减肥是吧 你一会儿看看我 我胖吗 不不不胖 这个但吃了这个以后 就更不胖了 你你留着吧留着吧 小松给你钱你等会儿 小松 打疼不疼 疼 疼什么疼 不疼大哥 不疼 怎么又动手呢 疼就是疼吗 还他一下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立规矩 不能没事就动手 就你们两个 还敢跟我动手 我插过队 知情办主任顾庆山厉害 手铁一票人我都打过 没输过 尤其是这个顾庆山 那叫我打 腿瘤了好几天 打个脸 我们有健全的双手 我们有健壮的双腿 得干正事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找不着活活干 跟我干 跟我一起捞螺丝 好好好 先睡一会儿 下午我们养精续练 捞螺丝 好好好 睡一会儿 干干干干干干 睡这儿吧 睡这儿 睡这儿吧 睡吧 来来来 rados 好 好 iane 东西 可以 张师傅 张师傅 我想请个假 我家里出事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那你快回去 谢谢张师傅 好好好快回去 爸 爸 这什么大事情 雨晴干什么 干什么 宋大疆睡到万年桥楼 桥门洞里了 什么宋大疆 宋大疆睡在桥门洞里了 就是 送去劳教的那个宋大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他是为了救我 才被冤枉送劳教的 现在宋大疆的人恶难哪 他要是去找工作吧 就像井底下行船 到处胖病 我们怎么帮呢 找胖阿姨 让胖阿姨给他挨盘工作 找胖阿姨说 是可以啊 但是就要赶快有工作 就不好说了 那你不给他安排工作 你怎么有住宿的地方啊 听说胖阿姨的女儿要订婚了 咱们送礼啊 叫T恤沙巴上抹皮肤扯吧 这是个好机会啊 对了 我去年花了一个月 也绣了一对枕头套 市面上卖不到的 女儿要结婚吗 这个算陪价吗 她肯定喜欢的 哎呀太好了 再说 这个胖阿姨呢 是你唐叔外甥的老婆 不管怎么说 咱们总带点亲 正像米一边上个葱 总归有点亲的啊 对 哎呦 这我可不敢收 您是咱们东吴城里有名的绣娘 您费了这么长时间亲手绣的 这情意太重了 我可承受不了 好 好